大家跟我一起讲 要专心 要专心 两个人都要了啊 要专心 所以 什么是专心呢 什么是专心 难道天天去嫁威啦 等神把钱丢下来啦 把那个馅饼丢下来就是 专心呢 我的华人有一句话 他们的猛事在人 成事在天 人还不是要去做多吗 难道什么都不用做吗 我常常听到 基督的朋友这样问 有时候省至那个信了 很多年的基督啊 来说这还是一个 问号 一个难解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 在 马太 福音6章26节 他说 天上的飞鸟不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上去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 意思是说 也是说 你的生命比这个鸟还要贵 但是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这里 看得很明显 好像 祈求祈祷在祈祷 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跟你说 你比这飞鸟还要贵重很多 然后第二 在四篇三十四篇 不管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 没有信耶稣的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事情 你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在我二十多年做基督徒的生涯里面 神这些都常常在我心里面回答 开始我不明白 在祷告中我常常问神说 神啊 这是什么意思 神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我们在人掌权的这个社会里面呢 我们就是要整个生命来 你来体验你过瑜的人吗 你就是关键 有时候我们没法 我们看到我们是关键的 得福 过蒙福 过不蒙福 你是一个关键来的 上帝的福分有没有流露出来 你是一个关键来的 兄弟妹 这些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 每当我犹豫的时候 神就有一个卫生来对我说 不要怕只要死 每当我怀疑的时候 心里面总有一个声说 不要怀疑只要死 在这个二十多年来 我经历了被人掏弃的痛苦 孤独的折磨 坚然生活的磨练 但因着我紧紧做着神的应许 更因着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我走到今天 心里充满着感激喜乐和信心 神所给我们 不是我们每天所求的 给我们能力去面对每一天 神更是把我们未成求的 也给了我们 在这二十多年里面 我很痛心看到一些人 不专心的人 他们虽然信仰耶稣 可是他们不专心 他们以为 有体力可以拼 有知识所受的教育 可以可靠 有财活可以依靠 带着自己的小家庭 去奔他们的前程 他们常常说 天下不会掉线 顶下来的 天下不会掉下来的 天下不会掉下来的 这是他们的作用 每当看到基督徒朋友 这样离台教会的时候 我心里就非常为他们捏一把 我要跟你讲 要转心